哇塞 泡河又上頭 跟酒吧和外面的燈紅酒綠說再見 大家好 我是Ivy 歡迎來到Ivy的微醺酒館 花到七分 酒至微醺 讓我和你分享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靜姐 哈囉 大家好 我是Ivy 歡迎酒鬼們回到我的微醺酒館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歷過上班了一天回家特別累 想喝杯酒放鬆一下 結果家裡什麼都沒有 去酒吧喝酒的話呢 又貴又要打扮 還要社交 特別累 喜歡靜靜一個人喝一杯的再上班扣一 那麼便利店就是你最後的希望 所以今天Ivy要用便利店能買到的材料 來調三杯簡單好喝的雞尾酒 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 我沒回家 累死我了 那今天第一杯的靈感呢 我是想說喬一杯既酸甜 又帶有氣泡的雞尾酒 提神醒腦 給你的緊張神經放鬆 所以呢我雞酒就選了 威士忌和洛神花 桃子茶 你用什麼樣口味的茶都可以 最後呢再選一個氣泡水 這杯的做法又非常的簡單 連雪克杯都不用 你只需要一個中有冰的杯子 加入威士忌 加入花茶 加入氣泡水 那第二杯呢是簡直連杯子也不用了 斯勒冰呢就是我的快樂水 大家是喜歡什麼口味 我最最喜歡就是口味 我選的雞酒呢是 還加在一起是什麼 第三款雞尾酒簡直就是女酒鬼的福音 你說忙了一天有什麼比甜品的 讓我們更加開心的嗎 那我選了香草味的冰淇淋 我還買了奧利奧和綠茶的Pokey來做裝飾 雞酒呢選擇的就是卡路瓦的咖啡粒口酒 給冰淇淋溫柔的澆上咖啡粒口酒 我們現在試這一款 有點像嗨棒的意思 那波本威士忌裡面像糖炒粒子那樣的味道 跟桃子氣泡感 這個我們喝一整碗提升心腦 那第二個這個呢我相信大家已經猜到了 我叫它叫做行走的自由古巴 你說你要在街上拿著這一杯這個啊 你要把這個拿掉 誰知道你在喝什麼呢 哇塞 這是自由古巴冰沙 就口感更好 不會那麼甜 我強烈推薦這個 好喝又上頭 最後呢我們來試一下我們在家看劇必備 我已經教了很多的那個咖啡粒口酒 現在我的口腔是味蕾爆炸 他要吃啦 就是我這一口呢 有咖啡有奧利奧的可可還有香草還有綠茶 這個烤鹿瓦呢讓它不會那麼的膩 而且很有口感的質感 這三款雞尾酒呢 每一款調的時間都不到一分鐘 而且成本很低 比在外面喝的便宜多 而且主要是可以一個人快速靜靜的喝上我們一杯 那現在呢你們就趕緊出去外面的便利店 買上這些 回家自己挑 放鬆一下 跟酒吧和外面的燈紅酒綠說再見 看了今天的節目 大家最想嘗試的是哪一款雞尾酒呢 在上面扣一二三 大家告訴我吧 如果酒鬼們嘗過更多便利店好喝的配方 歡迎在下方留言 想看便利店喬酒2.0的 記得給我狠狠的點贊 喜歡我們的節目 別忘了三連 拜拜 這個太快樂了這個